哈喽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喜欢看韩曼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整容夜》这篇漫画 而不喜欢看韩曼的人应该也在微博和朋友圈看到过《整容夜》的内容 这篇漫画不仅在韩国人气颇高,也曾经在微博上一度爆火 而今年这部由漫画改编的同名电影正式上线 首映的评分也算是可圈可点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让人散直狂调的电影《整容夜》 我们的主角小自白是个化妆师 他在当红美女演员小妖艳身边工作 小妖艳虽然貌美人气高,但是脾气却很差 小自白就经常受到她的欺负 不过不是所有长得好看的人都脾气差 比如小妖艳今天的搭档小智就是个好人 她不仅拿着现冲的人设还很尊重别人 甚至夸小自白的眼睛长得好看 这下小自白的少女心瞬间就活泛了起来 其实小自白是个挺优秀的女孩 她从小就学习芭蕾 但是因为长得过于不素 她往往只能在比赛里面得个第二名 所以小自白就放弃了芭蕾 还自暴自弃的暴饮暴食 变成了小自白plus 不过她清楚现在的自己根本配不上小智 而且男人都是喜欢美女的 所以小自白就更加自白了起来 这天小自白像往常一样 一边暴饮暴食一边当键盘侠 竟然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关于自己的茄子 原来白天小智和小妖艳拍的是减肥药类的广告 当时导演让小自白坐在他们两个身后 当个吃饭的背景板 在两个身材超棒的演员的称托下 小自白的确是有点过于胖了 于是就有那种无聊的人 把她吃东西的样子截图发到了论坛上 小自白就这么无辜的遭到了无数人的网络暴力 本来小自白就很自卑厌世 这么一来 她就更加连房门都不想出了 这天小自白的手机里面收到了一条短信 你好我是特朗普 我在白宫偷偷给你发短信 如果你给我500块 短信上写着你可太幸运了 我们非得给你寄点大宝贝过去 这种诈骗短信 小自白根本就没放在心上 但几天后 她竟然真的收到了快递 里面有两瓶名叫整容液的液体 几样工具和一份说明视频 视频里的女人原本长相普通 但她用过整容液后的脸 竟然变得像黏土一样 不仅能随便改动 甚至割掉多余的肉也完全不会疼 只要敢下手 那美女遍地走 小自白虽然又害怕又震惊 但还是没能抵挡住诱惑 不过这样的脸配上这样的身材 是你吗哪吒 尝到了甜头的小自白 当然不会满足于自己紧紧变成哪吒 她联系上了视频里的女人 我们就叫这个女人小整容吧 小整容同意给小自白打折整全身 那也要两亿的添加了 不过变美这件事 已经成了小自白的救命稻草 所以她不惜用自杀来威胁父母 凑齐了钱去整容 从此小自白就脱胎换骨换CV 原来的小自白已经死了 站在你面前的是你又咕噜自白 变成美女的小自白 凭借着过人的美貌和身材 成了一个网红 不过小自白还是挺有头脑 知道要用美貌来换取利益 于是她化名为小自信 开始了一个掉凯子的计划 为了方便记忆 我们以后就叫她小自信了 小自信本来以为自己已经逆袭成功 但她在一个泳池派对上 还是输给了小妖艳 毕竟小妖艳是个明星 而小自白再漂亮也只是个网红而已 不过刚好小妖艳的公司社长 正好想招小自信当演员 所以小自信就决定 再用一次整容页去当明星 到时候就肯定能够把小妖艳 踩在脚底下了 回到家小自信就开始操作了起来 她把所有的整容页都倒进了浴缸里 还设好了闹钟 不过没想到手机竟然没电关机了 等到她醒来的时候 保守估计已经泡了两个小时了 接下来的画面请大家谨慎观看 等她妈把她捞出来的时候 小自信已经可以去植物大战僵尸里面做兼职了 不过万幸的是小自信并没有死掉 但是她身上的肉也化的差不多了 为了救女儿 小自信的父母就极限二换一 用整容液把自己的肉给融化了 然后融在了小自信的身上 虽然小自信保住了命 但是她已经尝到了变美的甜头 又怎么愿意下半辈子就当个僵尸呢 所以小自信又去找小整容帮忙 因为小自信的钱不够 所以小整容就帮她只做了头和手 别看小自信虽然没钱 但还不养礼 小自信非要让小整容把全身都给她修好 可人家小整容也不是搞慈善的 两个人吵了两句就动起手来 可能是小自信变美的欲望太过强烈 竟然直接把小整容搞死了 这下小自信不仅有了大批的整容液 还有了修复身体要用的人体材料 原来的小自信已经死了 站在你面前的是扭估的自信 从此小自信代替了小妖艳的位置 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演员 此时已经功成名就的小自信 还想去小妖艳哪找找场子 但是谁也不知道小妖艳去了哪 之后的某天晚上 小自信在回家的涂装竟然和小智偶遇了 此时的小智已经脱离了演艺圈 开始搞金融 一看就是非常适合托付终身的那种条件 而且小智还劝小自信要坚持初心 别走歪路 这种长得又帅又有钱 三观还这么正的男人谁不喜欢呀 再加上小自信现在也的确是很美 于是他就跟小智愉快地谈起了恋爱 一段时间的相处之后 小智就带着小自信回了自己家 按照小智的介绍 他是五口之家的唯一儿子 上面有两个姐姐 大姐的优点是长得漂亮的 而二姐有的除了漂亮之外的所有优点 能给二姐这么高的评价 看来小智应该跟二姐关系很好 这边小智在厨房做饭 那边小自信就很没有礼貌地 跑人家家卧室里面溜达 不过在卧室里 他竟然看到了好几瓶整容液 原来小智也是个花皮人 而小自信在震惊之余 又翻到了小智的抽屉 没想到抽屉里面 竟然还有好多失踪女孩的身份证 其中就包括了小妖艳的 这下小自信可吓坏了 他想先稳住小智再逃跑 但是已经羊入虎口 又怎么能跑得了呢 小自信到底还是被抓住了 而小智换上了小妖艳的头发 发起了自拍 因为小妖艳是个公众人物 失踪了肯定是个大麻烦 所以小智就偶尔 换上小妖艳的头发发自拍 假装小妖艳只是出去旅游而已 其实小智就是他口中那个优秀的二姐 他从小就在不公平的家庭环境中长大 因为大姐长得漂亮 所以就算做错了事也会被原谅 但是二姐因为长得丑陋 所以哪怕再优秀 也得不到别人的喜爱和夸奖 所以二姐对于美的追求 就逐渐疯狂了起来 后来他偶然间得到了 非常厉害的整容夜元夜 但制造出来的美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他更想用天然的五官 拼凑出一个完美的脸蛋出来 于是他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 能够吸引美女的完美男人小智 然后用小智的身份去诱杀了很多女孩 这些女孩的漂亮五官 大部分被他收藏在了自己的身体上 其中最完美的部件 还被他珍藏在了大腿上 而小妖艳的脸就放在这里 其实一开始小智就知道 小自信就是之前的小自卑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 他只想要小自信特别的眼睛而已 现在这个所谓完美的腿脸 就只差一张漂亮的嘴了 不过估计这张嘴马上也能到位了 这部电影其实并没有成功的还原 漫画给人的那种经验感 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电影内容 和短片漫画讲的故事 基本上差不多 虽然能够看得出 导演想抨击外貌至上主义的内核 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升华上去 就只是个平民无奇的神人故事而已 不过看QQ秀演恐怖电影 我还是第一次 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